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杨福雪赞的故事 这个故事啊,讲杨福写雪赞,写得非常美 先跟标书逐句逐句解释原文 杨福坐雪赞云 杨福这个人啊,是西境名称杨护之后 福就是信用的意思,为人所信福 这个名取得非常好 民国时期啊,著名的军法叫吴佩福 就是取这个福字 杨福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雪赞 当中啊,有这么几句是这样写的 滋轻以化,趁气以飞 滋就是靠的意思 清就是清水,靠纯净的雨水化作 雪,趁气以飞 趁啊,就是趁空气的流动 飞就是漫天飞扬的意思 趁空气的流动而漫天飞扬 欲向能先 就是景象啊,各种景象 遇到这个雪啊,都能够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 本来啊,在那儿没人注意它 一下子披上了雪装 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季节成灰 就是这个物体啊 一下子 银庄素果,溢溢生辉 小朋友看啊 咱们啊,下雪的时候也会写那么几首诗 但是啊,咱们的描写啊 抵不上人家 这十六个字 环印遂已疏散 环印啊,他的好友啊 环印觉得这首诗写得太美了 于是啊,就把这句写到了自己的扇子上 古代啊,书法啊 会横的条幅,竖的条幅 还有扇面在上面写字 然后更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杨福啊,写过一篇文章 叫雪在当中啊 有这么几句是这样写的 滋青已化,称气已飞 就是啊,这个雪啊 是靠纯净的雨水来化作雪花 趁空气的流动啊 而漫天飞舞 欲向能先,季节成灰 各种景象裹上了 银庄素裹以后啊 就显得鲜活漂亮 各种事物穿上了银庄素裹以后啊 也会熠熠生灰 他的好友环印啊 非常喜欢这十六个字 于是把它写在了自己的善面上 最后再跟标书完整的 朗诵一遍原文 杨福坐雪在云 滋青已化,趁气已飞 欲向能先,季节成灰 缓印,碎已舒散 每天跟标书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天下之书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臨厅 两个字 你会论 wells 没论 昨天